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歌 自從電視劇 或者很多YouTube的影片 都跟歷史相關 台灣也掀起一波歷史熱 歷史熱 就是很多人對歷史很感興趣 對 因為很多劇都會有穿越劇 就覺得說 你可以幻想現代的人 跳回到以前的古代 那種四情花意的愛情 很不實際 這個造成什麼影響 有一個女生 她就看了那個劇以後 一直想要穿越 碰到一個神仙姐姐 她的名號是這樣 說可以幫助她穿越 她還真信 付了錢以後 就給她一杯酒說 喝了以後就可以穿越到 清朝遇到哪個皇帝 她就喝了 然後醉了大概三天左右吧 醒來還是在原地 神仙姐姐不見了 可是那三天 她是不是可能她有夢到 夢到那個皇帝 如果這樣就算 她什麼也沒夢到 對啊 所以這個歷史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看以前的歷史 特別透過電視的改編以後 很多都已經不時真實了 我們會把它美化 電視劇因為講究浪漫 所以把所有的情節都已經算是 處理過 美化過 對 因為我們看這些穿越劇 就是皇上好帥 妃子好美 可是你看歷史文科書裡面 那個照片就不是這樣子 對 就有點像 就是怪怪 妳如果看故事書裡面的 清朝的格格 哇 那個 真的 不是劇裡的格格 那個真是可以拿來驅邪 對 林心如 趙薇演 問題是以前的格格不是林心如 也不是趙薇 不過歷史是這樣 有一句話說 那個歷史本來是拿來給人家 這個借鏡 說不要犯以前的錯誤 偏偏人類從歷史 學到最大的教訓是什麼 什麼 人類 很多歷史都在重演 我們今天就是要講一些 歷史故事後面的黑歷史 老師沒有告訴你 課堂上學不到的暗黑歷史故事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启鵬哥 嗨 美麗姐好 玉麗哥好 大家好 浩平哥 大家好 我們的旅遊達人 圖傑 哈囉 大家好 百萬歷史頻道 YouTuber 我們的 什麼黑歷史 對 這個要聽大家娓娓道的 今天每個都國寶級的 因為Melody跟你們介紹一下 美國人 台灣誰是誰 她都不是很了解 歷史不是我的強項 這兩位並稱台灣首屈一指 歷史界的 太厲害了 突結因為旅遊世界各地 所以對於歐美國家的相關歷史 當然 玩旅遊學歷史 對 也有涉獵 去盆不得了 新生代算是最知名 然後點閱最高 沒有 我每天 因為回家的唯一的休閒娛樂就是 看影片 因為打開電視就找到YouTube了 因為之前有看你很多影片 每次跳在首頁的一定就是你的影片 看標題我就看了 我是專門講色情的 對 你有講那個中國唱祭司 對 你看嗎 內行的 我是真的有在看的 沒有 哥很喜歡看歷史 沒有 因為 Trip的風格分很多起 早期會用一些電玩的影像 在講兩軍交戰 可是以前歷史老師是用講的 你想像不出那個場面 Trip就會把電玩的畫面弄進來 你就知道他們是怎麼打的 怎麼攻城掠地 你看格式真的有在 真的有在看 真的有在看 真的是真本 好 來 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顛覆大家印象的暗黑歷史 我們先從浩平哥來了 好 今天好像這邊 我是真的學歷史 然後也在教歷史 所以剛好從 我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主題 坦白講 真的是我在台大歷史 我們不會教 我現在在台科大教世界文化史 我也不會教 所以這樣才值得 那妳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皇帝不幸福 比朴克還不幸福 可是皇帝不是有很多妃子嗎 他不是可以翻牌 然後選 然後他就有那個太賢 把他滾在背裡面 我是看劇 妳都知道 然後把他滾到床上 衣服還要脫光 對 就把他放在這個 又沒被把他卷起來 跟包壽子一樣 然後把他丟在這個飯糰 兩個太賢一頭一尾 然後扛著很燙 都很燙 然後放到皇帝的床上 而且完事以後還不能留宿 不能睡在一起 皇帝搞太久 太賢還會在外面喊 時辰已到 真的 那皇帝這樣壓力會不會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變這樣 那要從 明朝家境皇帝的時候說起 因為明朝家境皇帝 以前這些 剛剛講的後妃是可以過夜的 但是因為他被暗殺 暗殺不成功 但是從此之後 皇帝一直甚至到了清朝 從順治康熙 他們都覺得 要立下這個規矩 所謂祖宗家業的規矩 要讓這些後妃 不會有可能暗殺皇帝的機會 我懂 他們為什麼要 因為能當皇帝宿敵很多 你今天遇到哪個人 收買了一個後妃對不對 然後人完事以後 尤其是男生 進入聖人模式以後 我讓那個睡意 襲來 很熟睡 褲子不知道人家 這個時候後妃如果被收買 想要幹掉你 太容易了 所以趁男人還清醒的時候 還沒有進入聖人模式 弄走 所以為什麼他們設了一個叫做 尊敬的敬 做事的事 就是會堂的堂 在做的過程當中 不只剛才Melody講得很好 真的是要把這個後妃 之前他要先拿一個盤子 上面很多牌子 然後先給皇帝看 今天晚上要選哪一位 真的是這樣翻牌 翻了牌 其實背後 這些太監還要注意到 每一個後妃 他的月經的驚奇 還要排好 哪些是可以來 受孕的 受孕或者是來伺候皇帝 然後每個他翻牌 是隨機選擇還是 沒有沒有 由皇帝決定 決定之後 那麼這個太監就要 從這個禁事房 就要去請這個後妃 真的是要沐浴乾淨 然後要脫的金光 再裹在一個被子裡面 然後 真的像妳講這樣 扛過去 扛過去 表示他身上沒有任何武器 對 他沒有刀子可以刺傷 所以要脫個金光 你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不浪漫 為什麼不穿得好好的 給皇帝一件一件脫 他不是有那個兜兜嗎 對 肚兜 連肚兜都要打掉 不行 因為你如果穿戴整起去 你可以勒死他 就怕裡面有藏什麼武器 所以一定 那個被子掀開來 一定是 光溜溜的 然後接著 做的過程最痛苦的 我說皇帝最痛苦的就是 太監在外面 他的目的是 擔心裡面有什麼情況 對 另外一個最痛苦就是 時間差不多 可能就10到15分鐘 外面就好 尷尬 皇上 壓力很大 十刻都好 而且還禁止後妃亂叫 對 就是你碰他們哼哼哼 因為你可能在 殺人的時候 你用你的哼哼哼來掩飾 就 拿房間 但你聲音壓在房間 以為在享受 對 最幸福的高潮結果 可能是一段時間 他都光溜溜了 他拿什麼殺他 現場有別的東西 他可以 可能 所以 太監要在旁邊 這個禁士堂來的太監要在旁邊 細細的聽 但是很可憐 人在妓院都可以加時間對不對 對 可是皇帝不行 他就必須 而且皇帝都是在 大概半夜 凌晨4點半就要起床 就要開始早潮 所以也不能 坐得太累 坐到太晚 那可是10分鐘他如果 還需要一點時間 你說 學術用語就是 一直出不來 這樣怎麼辦 不是10分鐘 你連從那種 你總是要有一些 前面的一些前戲吧 前戲可能 對於皇帝來講 這個生子的意義比較大 因為皇帝必須要 很多小孩才有辦法 從當中挑選優秀的 來繼承他的弟業 第一 第二 以前的夭折率非常高 生十個 活下來兩個 對 像康熙就是 他的兄弟都得了天花 所以只有他得過天花 所以最後變成是康熙繼任 所以後來很多的這些皇帝 他其實不喜歡在宮中 因為在宮中做這個 有這個限制 他們就喜歡到行宮 到圓明園 或到成德 他想怎麼去那些行宮 就是我們現代人 去Motel的意思 對 可是皇帝那種裝扮 他就不像皇上 他就會打扮得比較像素人 沒有 他也是 他是到自己的皇宮 只是說當他的靈性後飛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限制 但是有一個皇帝 如同你講的 他真的就是素人 都看太多劇了 乾隆是跑到江南對不對 對啊 那個故事你的印象深刻 是也一不作二不休 還殺到江南去 那麼但是有一位同志皇帝 他就是一直跑到八大胡同 然後因為可能在那邊 他才找到他的快樂 但是不幸 所以後來其實他 死的不是很名譽 你要跟他解釋一下 同志皇帝 不是他是同志 不是我 我就知道他會日結 我想說那個年代 沒有 你真的誤解了嗎 不是 我想說 我這好精采 不是同志 你以為是皇帝 然後他自己是同志 對 同志 不是自己 他是 世界大同的同 然後有政治的志 同志皇帝 他才是慈禧太后 真正親生的兒子 可是很不幸 最後他是這樣走的 才會後來輪到光緒來接任 所以我說在這個過去 其實他們當皇帝 但是後宮三千加厲 他事實上沒有像我們想像的 這麼的幸福 對 那你聽說當個皇帝 還要四點半就起床 是會不會睡不飽也不至於 因為以前的人沒有電燈 七點過後就好睡覺了 因為沒搞頭 也沒KTV 也沒電影院 而且他們要批皺褶很辛苦 有機會大家可以到台北故宮 看一看 你看那個雍正 批的那個皺褶 他旁邊用朱砂眉劈 寫的有時候說 你真好 要不然是你笨透了 就什麼正知道 就是那你要知道 這些他要花多少時間 還要看皺褶 還要開會 所以其實在以前很辛苦 而且有很多現代的文明病 還是從皇帝那邊得來的 像什麼 康熙有一天做夢 一直做夢夢到什麼 他一直在當皇帝 永生永世都在當 當到死為止這樣 他第二天就跟宮女講說 我好害怕 我夢到我一直在當皇帝 累死我了 我這是什麼病 那個宮女跟他說 你這個得到是 怕金生 你笑死我了 KTV國的朋友 怕金生是真 結果他真的得到了 他在位真的是61年 一直當到他死 錢隆其實可以超越他 但他想不要超過他這個祖父 所以他就當到60年就退位 當十全老人 可是康熙還真的是怕金生 怕金生是真 他也不想當那麼久 其實他也很煩 真的當到死了